斷了一段 没问题 我的感想是 听到你的信心 我觉得中国可能还有 我觉得中国可能还有 还有你这么乐观的 非常 这样 现在就上海有疫情 香港林子月娥不听话 然后那股势力还是有的 目前不就上海 这一个问题了吗 上海是中国的心脏 之所以中国现在 就是因为 美国人希望中国 不要做事 但中国不听他的话 就是要帮 所以他会给我们搞些麻烦 我们中国的经济崩擦 搞颜色革命等等 这个是他们制造的麻烦 我们不能把麻烦 没有解决麻烦的人 把它说成历史的罪人 他们认为 也在进行解决 部队也进去了 从那个 调到武警 然后从北京那边调到部队 解放军 不都入住到上海了吗 也看得出来确实也在 努力的去挽回 这个麻烦点 对吧 我们应该 你说的很 所以我 我觉得你 你的思维确实 对我有很多的影响 也很大的帮助 也让我从那种 比较低维的思维 然后走出那种低维的思维 就是现在觉得 但我不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思想上面有点偏激了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样能够积积阳光一点 就是咱们还是研究阴谋论 咱们还是继续 就是你可以研究对国家都总有帮助的 有可能有些人没有 国家的一些安全部门没有看到你 其实我们研究的这些部门都知道 对吧 只是他不说而已 然后只是 中国的情报也是 只是他不说而已 嗯 我觉得还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 还是在隐瞬 在隐瞬 最后就是 就是中国 中国的这个 那中国的这个 你看 你看那个 呃 如果说回国有很多制裁 什么的 呃 最好能够回国比较好 因为 希望肯定要制裁化 所以你是支持让海外的华人 就是尽快回国 尽量 尽快回国嘛 尽量 尽量 尽快回国就是那个 呃 要考虑好安全和安全资产的问题 因为 那个 李嘉诚 不都 英国 和 那么 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 咱们是西方是起来 即便这样 他都一来了嘛 他就害怕到时候 把他的资金全 全 嗯 又断了 哎 喂 刚才又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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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听到你李嘉诚那块就没听见了 李嘉诚 嗯 就是他不是 从英国 翻回来了吗 转回来了吗 嗯 嗯 嗯 不知道他是不是都转回中国了 我知道他就出售了一些英国的财产 呃 反华呀 对吧 在他们境内的一些华人可能就会受到伤害啊 我这个是 不能说没有 只能要去考虑这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 冻结 海外华人的 私人的 资金呀 等等 就类似于对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 更更更重要的 最终 我觉得海外华人最重要的应该目前是这个问题 嗯 嗯 海外华人好像现在都是看热闹的心态 他们都在庆幸自己幸好没有在中国 没有在上海 走过了一劫 走过了一劫 都在像台湾一样看热闹 觉得你们 中国越来越坏 觉得你们 越来越坏 台湾 你看台湾的新闻的话 他们天天说 哎呀 作为台湾人好幸福 生活在台湾好幸福 你大陆现在饿得连饭都吃不上 回到了文德三年自然之爱的状态 你们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都是这个论调 都是这个论调 好吧 那没办法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训绕就是这样的呀 台湾的那种绿苗 给他们那些吃核食 是吧 吃瘦肉精 打那种高端疫苗 把那些人都都真的就搞傻掉了嘛 没有自己的思维能力了 他们确实很悲哀 我觉得 对 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处在这个论调的状态 台湾人觉得大陆人可怜 大陆人觉得台湾人可怜 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可怜 中国人觉得美国人可怜 那到底谁可怜呢 谁可怜呢 成了一个 一旦人可互相比试的状态 对 从疫情角度来说 就拿疫情来说 台湾死了多少人 美国 美国都死了好多 那中国确实 他们来说 死的应该少 而且中国是有疫情的嘛 你觉得中国死的人 比美国和台湾要少是吧 比美国和台湾要少是吧 除了那时候 基本上没有死多少人了 台湾也没死几个人 台湾人就少啊 台湾一共的人 他也没有上海人 也没有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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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两千三百万人 SNN也死了好几千了 嗯 嗯 比例 OK 你还没有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聊的 我们可以把话题再扩展远一点 比如你相不相信灵魂修仙这些东西 就是这一辈子活完了 有没有下一辈子 你有没有前世 有没有来世 你这一生是不是只活这一生 你有没有什么这个高维 升维的什么目标 相不相信外星人来救你什么的 诶 又断了 听不见了 不行 wrong 诶 这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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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刚才 我说到哪边了 半天没听见 我再说一个 是这样的 我家是农村 我妈妈 然后有一次 她洗衣服带着 在河边洗衣服带着我 然后我看到我哥哥在放鸭子 我就跟着他去玩 然后我妈妈就觉得 我哥哥在那玩就回家了 洗完衣服就回家了 然后我自己就 我哥不甩我 他可能觉得我小不甩我 他就自己在那 我一下子摔到没人管我 没人管我了 然后我非常难受 难受嘛 不一会我就看到自己在飘了 飘了 我自己能看到我在河里飘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平时我的人中 就醒了 挖了一下就醒了 然后我回想一下 这种体验就是 应该是冰死的体验吧 就是 就所谓的灵魂 看到自己的身体 我还在说一个 和我类似的经验的 就是我一个堂哥 他从小身体有疾病 他有一次发病的时候 到就是坐在车上面 到医院 他感觉自己也看到了自己 他然后自己在飘飘飘飘 飘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看到一边 一半黑白的地方 然后他就往那个亮的地方去 然后有个老人 他就跟他说 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然后他就像掉着悬崖一样 掉下来了 然后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这是他跟我说的故事 我觉得 我应该和他就 从来这种感受吧 冰死的体验 所以你是相信有灵魂的对吧 所以你是相信有灵魂的对吧 你那个冰死体验 就像是看到灵魂出体了吧 大约是这样 有可能 那如果你有灵魂的话 你觉得你这一辈子 是活这一辈子吗 你会考虑来世吗 考虑来世吗 我会 我会 应该或少会 但不是很主要 不是很主要 没很重要 就是无所谓 还是就是活在当下 对吧 当然是这个意思 会有说 就是 对 这个意思 我那时候你是信基督的 你是 非常厉害的那种 你相信这些东西吗 我现在越来越迷惑 我现在越来越迷惑 我没法证明 没法证实 我觉得好像 相信什么灵魂的 什么转世投胎的 这些身为的 我看他们也都没法证实 就他们都不严肃 我觉得所有这些 相信的人 他们没有从一个 非常严肃的角度 去研究 体验 向别人传播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们都不严肃的话 那 自己自己说 自己看见过灵魂的 自己说自己看见过 什么灵异现象的人 都不严肃 那我觉得 就 就 没办法 就相当于说 我看见过人吃人 但是我就不愿意 跟你们讲 不愿意很严肃的 把它讲出来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我没看见过的人 怎么知道 就是说 有的人说有高人 但高人就不出来告诉我们 就像你说那些 什么中国的国安 什么都知道 不告诉我们 又听不见了 又听不见了 喂喂喂 又听见了 又能听见了 又能听见了 又听不见了 刚才又听不见了 可能他们怕泄露天机 那我跟你说 有什么天机 人都饿死了 还什么天机 我跟你说几个 我对于这个宗教的理解 我 我的意见 就你看 我们这次疫情 它是靠中医所 才能备局面的 就是这个清热解毒汤 它是用中草药的 它的逻辑理念也是 中医嘛 所谓的中医 就是道教里面的 一门学问 它是实打实 是有用的 这我还是比较相信 道教的东西的 当然了 里面可能或多或少 有些宗教的色彩 但我对本土的宗教来说 我对道教还是比较 比较有期待的 我也比较相信 它的一些说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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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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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的一些 但是你并不是 但是你并不是 你不是特别在意是吧 就是这一生也不会 这一生也不会 用这个来影响你 这一生做事情 这一生做事情 我做个好的 做个好的比较好 虽然好的容易吃亏 但从常来说 来说肯定还是有好处的 那你觉得你这一生 有什么意义吗 有什么意义吗 你给自己设定了什么意义吗 你觉得什么时候死了 就不一样 你一天死了 你会不会很意义 什么事还没有完成 什么事还没有完成 我的 你说的这个 确实也是一个 比较谨慎的话题 因为这个东西 是自己所生活的信仰 对吧 那每个时代 每个阶段 它的信仰都不一样 我小的时候就爱玩 喜欢打游戏 喜欢上网 就是如果离开游戏 我就活不了了 然后再到长大之后 人的一个环境 可能性 就会有所改变 那每个时期 它有不同的信仰 所以它所接受的环境 和这个思想 有所干了 那我目前的这种 思想呢 就是我希望 能够让中国很多的一些年轻人 不要被西方的东西所洗脑 然后做一个有用的人 不要成为西方的 就是被利用成棋子 然后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 反对压迫 反对剥削 就是这种 你这个理想 我觉得很大 这个理想 我觉得很大 就是我 先和你这个聊天来看 我觉得你所有的思维 都是特别宏观的 就是大局观 感觉像是从那个 引导人的角度来思考 国家庭向 不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 你同不同意我这个总结 也有吧 当然我觉得 以个人的角度去看 古代有句话叫什么 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并不是我们教科书所 告诉我们的美好 而是充满着 非常的确定性和邪恶 对吧 所以 就说白了 就是现在就是乱世 就只是以世界 以这种角度来看 西方老领导 想要奴役我们 对吧 这不就是乱世吗 因为有一股 想要害我们的一股胜利 一股胜利 所以 中国的话叫做 天脾肤有责 还有 还有 先天下之忧 而又天下之忽 这古人的智慧 就是 就是我们应该 一个觉醒的人 觉醒的人 应该 应该尽量 尽量去发生 嗯 所以你觉得 你老年大概会成这样 你如果幻想你的老年的话 你觉得你老了60岁以后 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还会不会像今天这么想 你觉得你的观点 也会不会随着年龄而改变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你一生也不会改变 是坚信的 还是说你的一切 都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 又听不见了 喂喂喂 又听又能体验了 我刚才就问你 那个 你觉得你老了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你的信仰 会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没听见你回答 没听见你回答 我刚才听到了 就是老了以后 我真的没有想过 然后三年五年的 倒是想过 我可能就想着 目前就是结个婚 生个孩子 这是我最主要的问题 这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事情 对 这个婚生的孩子 是我目前 这个比那些什么可寒 什么可大人 还是光复大业 要现实一些 现实一些 对 这是我确实没办法 这个当时也在做嘛 当然我们作为 这个东西 我们都每个人 就是心心之火 可以燎原嘛 每个人思想 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人民的意志 达到一个共识的时候 那么 那些 他们自己就会害怕 我觉得就是 要把 我要把一些 要把一些 少了解的东西 整合起来 把它构建出 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把这些东西 传递给那些 需要的人 让他们 首先就是 现在人要 要了解政治 因为我们 就是 就是现在这个局面嘛 需要了解一些 我们需要站在 谁的身边啊 就是不是说 能不能得力的问题 而是 我们应该 历史的 历史的关键时刻 站 站在 站在位置 不然的话 以后会成为 会成为一个笑柄 一个笑柄 就好像我们当时 我有的时候 那为什么那些人 反对 计划生育 这种东西 我们 现在想想 计划生育 它就是王国灭种的 一个起点 你觉得呢 对啊 对啊 计划生育完全是 错误的嘛 为什么我们 清零后的人 不去反抗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我是 清零后的人 我可能会反抗 因为我觉得 这是 但当时 他们被洗脑了嘛 因为确实 之前有三年 自然灾害 还有文革 这些事 他们 当时没有 今天这么多信息 当时的人 是很 很封闭的嘛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领导 收音机 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很多人家里 还没有收音机 他只能听邻居说 当时很多人 还不识字呢 中国识字率 很低的一开始 就是后来普及 一部教育才有的 实质率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 没有 无从下手 无从下手 对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说 他们没有站对 自己的历史的地位 就是他们把 这些遗留的问题 我们带着 那如果说 我们这代人 再不去做的话 他要把一些历史问题 遗留给下一代人 可能会 事情会越远越糟 越来越麻烦 还好 还好 我们 这个 有 有这个 习主席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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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 不然的话 中国可能比现在 还要乱 真的 我 我可以幻想得到 LGBQ啊 什么男女对立啊 包括一些社会的乱象呀 很快 明年就会爆发 一些不和谐的东西 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反抗机会了 一个超声波 一一一就倒了 倒了 你怎么办啊 嗯 你拿超声 有用吗 你拿了菜刀有用吗 没用的 一个超声波 人就全都 对 对 你觉得你把你的这些观点 宏观的还是微观的 在网上分享 跟别人说 会有人信吗 现在人能接受吗 你周围的这些人 周围的这些人 有的人愿意接受 有的人觉得我是阴谋论啊 就因为有的人 有的媒体收到钱之后 在那里辟谣嘛 说什么阴谋论都是假的嘛 就是有的人就被那种文化所吸引我 就觉得就觉得我是骗子 是神经病 有的人也是比较接受的 嗯 我没有从阴谋论的角度去说一些东西 我是未来的发展 让他首先让他感觉到希望 然后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坚持去拥护 我们的这个习主席等等 跟他说一些这些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有 有没有人说你是小粉红啊 或者是小粉红啊 或者是像是五毛啊 这种感觉 五毛啊这种感觉 没有 国内没有啊 国内都没有说 对 国内没法说 国内什么也说不了 基本都是这个封地 对 对 哪有时候现在中国媒体 很多台湾网军在那里挑拨离间啊 我们贴吧 微博都被他们给占领了 现在 现在不就在开始在搞吗 有好多的一些虚拟账号 国家都在把它给清理掉了 他们也在管控舆论的一些方向嘛 就是那些敌对外的劲力 在这里山红连火 让那些 无知的 带节奏 让他去恨这个国家 嗯 那我如果这么问你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上海人 然后我家里确实有人有了疾病 然后因为习惯疫情 没法去医院及时看医生 死在路上或者死在医院门口 那我有没有 那我有没有 有没有恨这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国家的这个 权利呢 你觉得那你会怎么 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是有这种问题 如果你是有这种问题 如果我是上海人 那分两个人嘛 就是 人不是说 就是分两个 就是一个是 了解真相的人 和不了解真相的人 不了解 就不了解 那他就 就认为是国家的问题 那了解真相的人 你就说 这是西方敌对治理 在这里搞鬼 那我这么问你 你是想做一个了解真相的人 还是想做一个活一百岁 什么也不知道的人 你可能了解真相 只能活五岁 不了解真相 你活一百岁 你想哪个 了解真相 不是什么 而是去让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真相 哪怕 如果说中国现在十十亿人 都不是说十十亿人 一百万人 能够了解到这些东西 真正的 深刻的去体会到 这一点的话 那我活个 不要说五十岁了 就是现在死 我无所谓了 其实 我觉得生命这东西 总归是要有牺牲的 我也愿意去牺牲自己 OK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有一种家国情怀 愿意为是你的信仰 牺牲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 有这种牺牲的 自觉 那你尊不尊重 他们被选择呢 他们不愿意跟你一起牺牲 他们不愿意绑在这个战区的战区 作为历史 这个 隐蔽成为 被碾碎 那你怎么看他们的选择呢 他的选择没有错 因为南京 还有他天生的这种想法 所固定的一个 很难选 很改变的 希望有的人可以站在 民主的角度去看见的问题 让更多的人 可以了解 去觉醒 然后站在 真正的站在民主的角度 不会被他们 这些西方的 包括一些 清朝的老遗兽 对吧 然后所利用 应该去做的事情 如果你以后有了孩子 你就想让他了解成像吗 你愿意让他像你一样去牺牲吗 你还是让他跑到国外 哪个地方 跑到一个安全的村里躲起来 又听不见了 又没声音了 听不见了吗 又能听见了 我刚才没听到你的回答 你怎么教求自己的孩子呢 他也要跟你一起牺牲吗 还是让他逃跑 你自己牺牲 我会留下我的孩子 因为我人生 人生应该该 就是人生 那我会把他的一些思维 牺牲一下 不会 就是人的牺牲 如果没有达到目的的话 那就是白白的牺牲 是没有用的 如果说为了 能够达到 有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 牺牲也是有意义 有价值的 那如果说我的孩子 他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那就看他自己的觉悟了 我不能强迫他 去做任何的事情 我只是把他 真理 一些 让他自己去领悟 他能够怎么样 我也不能确定 那我现在不会去 去做自己的孩子 你还是让自己的孩子 先安全健康的成长 让他自己以后做选择 那如果这么说起来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 更多的机会 就相当于说上海现在 那上海这些人 不就应该逃跑吗 按照你的这个观点 上海有孩子的人 都应该逃跑吧 现在其实你所看到的这些 好像都是不知道 从哪传来的一些 当然不知道 当然有可能有 我觉得也可能有真有假 就是当了有些东西 不能太放大地去看一件东西 如果你太放大去看一件东西 你会感觉 因为本身就是希望 就是有些负面的情绪 是他所希望你看到的 被他人为放大了 对 然后你会产生交参 产生这种不确定性 你会怀疑这个国家 这是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这就是如果我们要 识破他的目的之后 那作为旁观者 我们不应该就是 以这种看东西 看东西 那就是说上海需要帮助的话 那我们就比如说 安徽和山东捐东西 捐米捐菜 对吧 这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上海自己呢 也要加油嘛 封城 而且得新冠也不是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 可以治疗的好 也不会致死 对吧 只能说现在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事情把它解决掉 而不是说再制造新的矛盾了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对 我觉得你的还是很乐观的 不像我 我确实是偏激的 我习惯于强调这个负面的 不好的 就是对地段人口压迫的这些事件 因为我觉得 在整个中国的环境里 主旋律强调的够多了 你看电视的新闻 都是正能量嘛 所以没必要 所有人都强调正能量 需要有一些人不强调正能量 也不会影响大局嘛 也不会影响大局嘛 对吧 你很好 你可以把一些东西说出来 让我们去思考 思考问题 你就像一个老师一样的 然后让我们去深思 去引一些 对吧 问题中的问题 以及问题之位 这个问题也都是我问自己的嘛 其实每个人 在这个时代 都面临这些问题 只是有的人 想得多 有的人不怎么想 有的时候 你事情面临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不得不面对这个选择 你就得开始思考这些事情 比如今天上海 上海人一百年 就想不到自己吃不上饭嘛 今天他就得想这个问题了 对吧 这不是很好的一刻吗 对 很好 你好 之前让我们搞一些这个东西 那确实是 如果说不作为的话 确实有用 是有用 因为国家是有作为的 相对来说 要好一点 你这边 你也应该有事吧 我们也不用一直聊 今天可以先聊到这 然后以后有机会 你有什么感想再分享 然后我已经把三个视频 发到网上了 这一个然后一会再发上去 一共发了四段 咱们聊的我分成四段了 因为中间有的时候断开嘛 然后你要如果听了以后 觉得哪不合适的 我可以把某某些段删掉 行吧 然后咱们今天可以就先聊到这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